锦岸警分局的远警一大早在执行巡逻勤务时 在慈慧一街发现一辆机车月线停等红灯 准备上前拦查 而这个骑士居然心虚落跑了 钻进巷弄里头 警方最上次后还闻到他身上有浓浓的酒味 经过酒册酒册值高达0.57 让这一名酒驾的旅系男子当场眼面痛哭 经过查证发现他的身份是一名陆军中士 一时侥幸贪图方便 这下不仅涉犯公共危险罪 还被花房部依规定列为太除名单 实在是得不偿失 花莲捷案分局远警蓝车酒册 就在15号一大早 警方执行巡逻勤务的时候 发现一辆机车月线等红灯 远警随即明笛蓝茶 骑士心虚马上左转串进小路 警方追上骑士又想掉头溜走 最后还是被远警拦下 酒册值高达0.57 因为今天要售价是午餐而已 OK 插台工具拿过来 你先上来 男子突然眼面哭泣 执行冤禁只能劝慰 同时扣车将人带回 原来酒册骑士今年30岁 是名陆军中士 在花莲弹药库服役 前一晚休假聚餐喝酒 没想到一早收假酒还没退 骑车返回营区途中 被警方拦查 因为该骑士停挡红灯的时候 超越停止线 我们远警健壮 在战前盘查 过程中闻到骑士 有浓厚的酒气 经过酒色后 述时超过法定的标准 旅行男子追讯后 被警方以涉犯公共危险罪 移送递检署偵办 所属单位花房部回应表示 将一规定把酒驾中士列入 泰除名单 记者徐立琴花联报导